就是很像被别人骗,一方面是还债,在宵夜是好事情,但是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愚痴而导致了有给对方暴力的这个机会,又是不好的,那师傅这个吃亏,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个怎样的度呢? 吃亏并不是说你完全的,就是说无原则的忍让,你听得懂吗?吃亏的意思就是说,在原有的基础上,我退一步海阔天空,我吃一点亏没有关系的,无所谓,我忍让让对方知道你在忍让,这种吃亏的话呢,对你就是比较好了,明白吗? 还有些人呢,就是说,他所认为的吃亏,我什么都不管了,你要怎么就怎么样,那不叫忍让,那不叫吃亏,那叫什么?那叫无原则的,没有原则的话反而会害死人,明白吗? 那你就从生活当中,我举个简单例子,爸爸妈妈说,哎呀,孩子跟我父母亲都是缘,哎呀,算了我欠他的,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,你不是害死他了吗? 你要指出他,然后他给你缘分很饿的时候,他给你要吵了,要骂的时候,你就不讲话念经了,那本身念经给他,背后帮助他,那也是一种缘分,那也叫吃亏啊,对不对呀,但是能够帮助到他,那这种吃亏呢,应该吃的,明白了吗? 明白了,师兄,谢谢师兄